世界上还有比核武器更强大的东西吗? 也许有一种物质,只要微量就能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。 反物质的破坏潜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 1928年,英国物理学家保罗·狄拉克首次怀疑了反粒子的存在。 1932年,美国物理学家卡尔·安德森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, 人类由此认识到正电子是电子的一个带正电的复制品。 当反物质与正粒子发生碰撞时, 它们将互相抵消,同时迸发出强大的能量。 那么,它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? 日本广岛市的核爆炸容量约为13至18000吨的TNT。 这种力量的爆炸半径于1.5公里, 而反物质不到半颗的破坏便足以重视。 后来,这场悲剧导致遭受辐射的受害者接近14万人。 但反物质炸弹爆炸后,与传统核爆炸不同的是, 它不会产生辐射。 计算表明,在容量为100兆吨的爆炸中, 绝对破坏区将从阵中延伸35公里, 毁灭半径高达50公里。 这样的力量,可以摧毁我们星球上任何一个最大的城市。 但,如果你引爆10公斤反物质,会发生什么? 2004年12月26号,印度洋发生过一场地震。 震级约为9.2级的地震, 造成了现代史上最致命的海啸。 超过15米海啸,到达许多其他国家的海岸。 直到这次地震的冲击波穿过整个地球的那一天, 位于镇中附近的岛屿,据说在板块上移动了几十米。 巨大的能量释放相当于480兆吨的TNT, 这甚至减缓了地球的转速。 一次只有10公斤重的反物质爆炸, 也能产生类似的力量。 这种能量足以为地球上每一个人煮150公斤的水。 还记得另一场是发生在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灾难。 那是坦布拉火山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强烈的一次喷发, 它持续了三天。 距离火山500公里半径内的地区都被大量火山灰隐藏起来。 随后,火山灰扩散到距喷发地点1000多公里的地方。 1816年,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, 整个北半球都经历了全球降温。 据估计,那次的总喷发能量相当于20亿吨TNT。 可以想象,引爆2.5千吨反物质将引发一个新的冰河时代。 这在6500万年前,地球上就已经发生了。 当时,一颗比珠穆朗玛峰还大的小行星坠落在墨西哥半岛, 大量的尘埃落入大气层。 数年来,这些尘埃阻挡了地球表面与太阳的接触。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,这一事件导致了恐龙的死亡。 幸运的是,反物质炸弹的产生只是不稳定的。 实际上,获得反粒子是非常好使的。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使用大量强子对撞机来制造和研究反制子。 这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,使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物理学家屈信, 获得反物质的过程效率低下是安全的关键。 而且,在不久的将来,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无法在它的基础上制造出威力强大的武器。 用现有的技术合成一克反物质,大约需要十万万亿美元。 而且,就算制造出来了,也很难去保存它。 因为,如果它与正常物质接触,它会立即被摧毁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取得的最好结果是让反物质保存了约一千秒。 然而,制造出能够射出反物质的武器已经实现了。 密歇克大学的物理学家设计了一个超小型加速器, 制造了一种可以放在普通桌子上的枪。 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相比,这种东西看起来几乎像一个玩具。 它是根据美国科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现的粒子加速技术操作的。 反物质也是一种理想的超高效燃料。 如果能造出反物质引擎,它将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。 据估算,大约10克的反质子就足以在一个月内将一艘载人飞船送上火星。 而一艘无人飞船要到达火星则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。 制造超级强大的武器或燃料的唯一障碍, 是在这些武器或燃料上所需要的大量的反物质。 虽然经过人们的努力, 但也只是创造了微不足道的19纳克反粒子。 这几乎不足以煮一杯咖啡。 但如果我们学会从太空捕获反物质, 那么反物质炸弹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。